好 我们来继续啊 看一下web应用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常见漏洞 这里面简单说几个就得了 比如说这个暴力拆解用户密码 这个我们说过了是不是 而且有很多的网站 比如他用weblogic搭建的 或者用一些什么比较常用的一些中间件 或者gboss之类的搭建的 他都有一个默认的用户密码 那个默认的用户密码的比较简单 要不admin是吧 要不weblogic weblogic都比较简单 都可以尝试暴力拔解 然后还有什么呢 扫一些敏感目录和备份文件 这个我们在做信息收集的时候就提过 对吧 通过一些专业的工具去扫一下 看看这个网站当中的可访问的这个路径当中 有没有一些敏感文件或者敏感目录暴露出来 这就是一个网站 这是个真实的网站 当初被人扫到过漏洞 扫到过一个stress的一个漏洞 然后他当时扫到了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是一个 这是个金融公司的网站 那个页面呢 扫出 被人扫出来了 一个废弃的页面 就是人家 就是这个网站正常不用 不会用到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忘了删除了 删除这个网络路径了 还被人能访问的到 访问到之后啊 这个废弃页面当中呢 他暴露了一个.action 他一看到.action或者.do结尾的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stress stress框架开发的 然后基于stress的漏洞 他就去尝试了一下 看这个k8stress 这个我大家用过 是不是 没有用过 但是打开看过 应该是 stress从漏洞 然后直接 直接就拿下了 把这个网站 通过这个工具 还有什么phpmadmin万能密码登录 万能密码 这个phpmadmin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是很多php的网站 都会用到的一个后台网站 这个后台网站 专门管理数据库的 他有个默认的用户密码 当咱们抓包 输入用户密码登录的时候呢 一抓包 把这个用户名改成他 就可以直接绕过密码 就是万能密码登录 好吧 就是这么个东西 phpmadmin 你要看一下这个 这个phpmadmin吗 咱们这个有 工房主机上 这上面 你像上面这种漏洞啊 被人扫到一个什么呢 就废弃的页面 这个页面正常来讲的话 不应该放到网站上了 但是他们没有忘 他们没有删除这个页面 导致这个路径呢 还能访问到这个页面 你像这种属于什么呀 属于是不是访问控制缺失啊 咱们oas top 10里面的啊 没有控制好访问页面 还能让别人能访问到这个废弃的页面 让人利用这个漏洞 通过这个废弃的页面 就拿下这个网站 像暴力破解 暴力裁解 这属于什么 是不是那个 这个这个什么 弱口令漏洞是吧 暴力破解 万能密码这个也其实也属于什么 这个 访问控制确实吧 应该叫 应该叫登录 有个登录的 专门登录在这 我发它 点开看一看 有个失效的身份认证 万能密码登录 那个叫失效的身份认证 你看一下 phpmed的命是干什么的 很多网站也在用这个东西 打开phpstudy 然后看一下 这是2.104 启动一下它 访问一下 192.168.2.104 然后后边跟一个 你看咱们这个 php搭建网站这个代码目录 打开看一看 phpstudy phpstudy搭建网站的代码目录 3w下边有个phpmed的命 看了吗 这就是一个 php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后台光临网站 访问一下 然后可以登录这个网站 后台就是用名密码默认都是root 有一个默认对护名密码 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尝试做口令 爆破对吧 rootroot点击执行 咱们说后台网站一般是干什么的呢 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是干什么的 都是对数据库进行管理的呀 对管理数据的 你看 这个pdm的命 你看把所有的数据库 是不是都给你列出来了 比如皮卡丘库 打开 对皮卡丘库的数据进行管理 就可以在这管 你看这里面是它的表 比如说有个manbo表 manbo表里面 你看一下它的数据都在这 增判改查都可以在这做 是吧 删除啊 复制啊 编辑啊 增判改查都可以在这做 如果说这个网站 你被人黑了 比如说被人扫你的路 扫你的目录 扫你这个网站的 这个网站网址的目录 扫到了一个pdm的命 它就能访问到这个页面 好吧 访问到这个页面 通过什么 暴力破解是不是就可以 尝试暴力破解你啊 除了暴力破解之外 这个pdm的命呢 本身也存在一个万能密码的一个 漏洞 万能密码漏洞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登录的那个地方 登录的那个地方 我 退出它一下吧 退出呢 退出这了 点击退出 就在这儿啊 你在这儿可以抓个包 当你输入完一个密码 你不知道密码 然后在这儿抓包 抓完包之后啊 把那个用户名啊 改成什么呀 有个叫 这儿啊 改成 Local host 然后圈圈 就能绕过 登录 好吧 这是之前的一个漏洞 现在新版的php 应该是没有这个漏洞了 这个是针对的 以前的老版本的 221加21 那版本的老版本的 行 暴作页面这个不用看它了 然后隐藏域中存着 名门密码 看这个 就之前呢 我们扫什么呢 这是中国移动的一个后台 这是我们之前的截图啊 我们之前扫一个中国移动的 接着中国移动的一个项目 做深度测试 他们的项目有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你直接一访问 默认就有个用户密码在这儿显示着 你就可以点击登陆 登陆到后台去 虽然说 这显示 这有用户密码 你可以登陆 但是你并不知道密码是什么 对吧 但是呢 当我们一打开这个网页 检查原代码的时候 看到它的这个标签 这个input的标签 输入框标签里边 一个value属性值 这个值 直接就把密码 名文密码就显示出来了 这也算是一种漏洞 这叫名文密码显示的一个漏洞 好吧 就任何人来了之后 看你的系统 点上原代码 都能看到这个系统的密码 是多少 这是他 然后任意用户密码修改 这个说过了 对吧 跟微信那个是一样的 你去同工的 还有什么短信炸弹 短信炸弹 这个东西指的是什么 短信炸弹 比较广泛 比较广泛 这个咱们不详细说 只要有发短信的地方都可以尝试 这个短信炸弹 啥意思呢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注册某个网站 比如那春科那个手机号 刚才注册那个网站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点击 获取 获取 验证码呀 是吧 这个网站上 比如这有一个 验证码输入窗口 这个点击 获取验证码 当你点击 获取验证码 就给你刚才 输入手机号 输入的手机号 发了个验证码 然后我们在页面上看到 有个60秒读秒提示 对不对 有60秒读秒提示 虽然说看到有一个60秒读秒提示 但是我们知道 当其实你点击获取验证码的时候呢 其实你给后台发了一个请求 然后后台干了件什么事情呢 这有一个第三方 比如说移动的 或者什么的 第三方的一个短信云平台 后台干了件什么事情呢 去调用这个短信平台 把这个手机号也发给他 然后这个平台呢 自动给这个手机号来发短信 他来发的 并不是你后台代码发的 而是他发的 好吧 但是后台代码会干一个什么事情呢 会对你这个手机号进行校验 正常来讲的话 我应该校验一下 我是否已经给这个60秒读解 我是否已经给这个手机号 进行过短信发送了 正常来讲 你是不是要校验一下 如果说后台没有做这个频率校验的话 你想 我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抓包 模拟这个请求 一直给这个一直给这个后台发这个请求 如果你一直给这个后台发请求 而后台没有做频率限制的话 他会一直给第三方这个 发送短信的这个平台发请求 这个平台会一直给这个手机号发短信 明白了吗 好吧 而其实一般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造成一个短信炸弹 短信炸弹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这手机号 哗下的收到一大堆的短信 导致你连开机可能都开不开了 瞬间死机 这叫短信炸弹 那么还有一种短信炸弹是干什么的 就是为了把这个 就是为了搞这个网站 怎么搞这个网站呢 这个网站自己本身是不能发短信的 必须要有什么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他这些大堆营商的一个什么 一个许可 你得去他这买服务 买这种短信服务 你才能有短信发送的功能 而你买这种短信服务是要花钱的 比如说一条短信几分钱 好吧 这是为什么他发短信 不让你一直频繁的发 就是你发一条短信要花钱的 但是如果说他后台代码 没有做好频率限制的话 你想 我发一万个请求过来 他是不是调用一万次 这个短信发送接口来发短信 一万条短信 什么就出去了 比如说一块钱一条 这一万块钱就没了 你自己公司这一万块钱就损失了 没有意思吧 之前我们开发的一个 就是在线教学的那种视频网站 那视频网站上就存在这个漏洞 就存在这个漏洞 他们的后台开发成原 写的那个就有问题 给他测试 发了4000多过去 直接4000多短信就没了 如果你发的更多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什么呀 把这个公司买短信的这帮钱 这些钱顺便给他打煤 两万块钱败花了 明白吧 就是这种 然后还有什么 SVN原代码泄漏 这个东西也是目录扫描 能扫得出来 能扫得出来 现在国内扫的扫这个 SVN原代码泄漏的 这种漏洞呢 是安恒的 安恒的还有绿蒙的 扫描器 扫这个比较厉害 SVN原代码泄漏 咱们在信息收集当中 是不是说过呀 在信息收集当中 是不是有提过 SVN原代码泄漏 对吧 还有Git的 除了SVN的 是不是还会叫Git的 有提过这个吗 前面 应该有提到过 敏感信息收集里面 会讲到他 对吧 这两个东西 如果说在目录当中 被人扫到了 SVN当中 SVN这个文件当中 有一个叫 Intrace的这样一个文件 通过这个文件 可以直接把原代码 恢复回来 你就立马就知道 这个原代码是什么了 然后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提供这个工具 就在这个地方了 我给大家演示去了 我就不去演示了 因为现在 就是找这种SVN的 这种网站漏洞呢 就是比较少 就是他这网站目录当中 直接就把SVN敏感 文件暴露出来的 这个比较少了 现在不好找 以前的几年还能找得着 然后紧接着 你只要找到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Intrace这个文件 这文件下载下来之后 直接通过这个工具 直接就可以把原代码 恢复回来 看到吗 恢复就长这样 这就是所有的原代码 有了原代码 它是公司的各种敏感信息 是不是全被你拿到了 而且通过原代码 直接去找漏洞 更好找 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不看它了 这个也不看 扫端口 隐藏链接地址 我看还有一些什么 还有这种越权漏洞 这个越权漏洞 我跟大家其实也提过 这属于什么呢 叫卫手权访问 比如说你看某某网站 你看这个网站 之前他们玩的 某某网站 这个网站当中 你本来有个留言功能 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网站 留言 留言的时候呢 不允许匿名留言 你要输入这个身份证号 然后姓名 然后填下一编号 然后点击提交 你才能留言 才能到留言信息的那个页面 好吧 才能填下留言信息 但是呢 当我们 比如说这是留言信息页面 它肯定对应一个网址 对不对 当我们直接输入这个网址 来访问的时候 它直接就能看到 这个留言页面 直接在这里留言 是不是就绕过了 输入身份证号的这个页面了 这属于被手权访问 就是你没有在 提交这些信息的情况下 你去访问这个页面了 正常来讲 你得输入完身份证号 你才能访问到这个页面 但是你直接访问这个页面路径呢 也能访问到这个页面 那这样的话就出问题了 是不是就可以匿名留言了 对不对 而你直接绕过了某个页面 去访问另外一个页面 这种都属于什么 位数价访问 好吧 而位数价访问 都是咱们的访问控制 AWASP Top 10里面的 访问控制缺失里面的这一项 在这呢 失效的访问控制 都属于这项 你看这项现在在2021年 已经排名第一位了 对吧 也就是说非常的多 这种漏洞非常的多 这都属于程序员自己写代码的时候 没有对这个权限做一个非常细致的 非常好的划分和控制 也是他 这个也不用看他了 GQuery GQuery这个简单提一下 将来你们用扫描器去扫描某个网站的时候 如果你扫到了GQuery的版本 GQuery这个东西 咱们在前面讲前端的时候 强哥有没有给大家提过什么叫GQuery啊 有提到过吗 没有 没有啊 那简单给你提一下GQuery啊 来 比如这是我们的 这是咱们的浏览器 这是后台 我输入一个网址访问后台 后台是不是要给我一个页面 我这个页面是不是在 给我一个页面 我浏览器上展示这个页面 是不是才能看到页面效果呀 对吧 而这个页面 是不是都是什么 一般都是.akmail截备的 比如index.akmail 对吗 哎 这个页面给到他 里面写了一大堆的atmail代码 然后包括css 包括gs 一堆代码 交给浏览器 浏览器是不是自上而下 加载这些代码 然后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页面上出现了这个页面效果呀 咱们说其中有一个代码叫什么呀 是不是gss代码 gss代码主要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做动态效果的呀 对吧 而gss代码我们写的时候非常麻烦 怎么麻烦呢 比如说我想让我某个标签啊 让它变个颜色 我就怎么写呢 啊 document document 我就这样写 document.git element by id 比如通过某个标签的id属性找到他 比如那个标签插插标签吧 啊 你找到这个标签 不是 一个A等于他 你找到这个标签 你还要干什么呢 让A这个标签点啊 s代 点啊 什么background 让他等于比如变成一个红色 你还改一个red by round the color 就这样写 c y o 就是写gss代码啊 比如说让某个标签变成一个红色啊 你就这样写 就比较麻烦 写这个代码 gquery干了下什么呢 gquery是对gs啊 进行了一个封装 让gs的写法变得更简单 变得更简单 也就是有一个文件叫gquery 叫gss文件 咱们就知道gss代码 是不是可以写在gss文件里面啊 对吧兄弟们 比如说哎呀 你要你想找到找到某个标签 gquery呢 以前gs啊这样写 找到某个标签 通过gs啊 那gquery呢 干了下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gss代码封装了一下 当你去找标签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 你就可以怎么找呢 哇 一个A等于 看不清了是吧 这样啊 写法就变得特别简单了 怎么写就$括号 直接写个叉叉 就找到了这个标签 你看这个写法 是不是比这个写法要简单很多啊 是不是啊 哎 而gquery里面封装了很多的 这样的代码 封装了很多这样的代码 让gs的写法呢 更简单 但是呢 咱们使用这个gquery啊 怎么来使用呢 需要在你的atml标签 atm这个文件当中啊 你要有一个代码叫什么呢 script标签 要引入一下这个srpt 等于src等于src 等于 然后gqeiy eiy.gs 要引入一下这个文件 你这个atml当中 才能使用这个这简单的语法 来完成gs的功能 明白为什么 好吧 而这个gs文件呢 它也是升级版本的 它版本一直在升级 升级的越高呢 它的涵盖的gs功能越多 写法呢 也更简单 但是 第一版本的gquery啊 它本身就是存在漏洞的 如果说这个gquery的版本 你们通过扫描器去扫的时候啊 扫描器也会提示你 当前这个网站用了 用没用gquery gquery版本用的是什么 都可以通过扫描器扫描出来 如果扫描器上面提示你 版本低于了1.7 那这个地方就存在漏洞 那gquery本身 gquery本身啊 就存在漏洞 好吧 所以说 大家注意了 将来你去扫描某个网站 渗透某个网站的时候 进行扫描器扫描的时候 扫描器如果提示你 gquery版本本过低 那么你一定要提醒 用户 这个地方就有漏洞 一样提醒什么 提醒这个甲方公司 说你们这网站 几块用的版本太低了 去升级几块的版本 好吧 那具体什么漏洞 现在这个东西不好演示出来 咱们也不弄它了 你知道一下 几块水 当它低于1.7版本的时候 它就是有漏洞的 就得了 而且扫描器会提示你 它这个低版本的漏洞 好吧 西部建议就是让它升级版本 就非常简单 这是它 然后目录浏览漏洞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什么叫目录浏览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优为 优于什么的 web服务器全线配置 配置不当 导致的 别人可以直接访问 你这个什么 怎么有会音 直接可以访问 是不是你这个 任意目录 任意目录当中的目录结构 就给你显示出来了 在一边上 这就是目录浏览漏洞 可以任意浏览 任意目录 是卡了吗 嗯 嗯 好了吗 现在 好了 好了 目录浏览漏洞 我们是不是在前面 已经讲过了呀 嗯 已经提过去了 什么URU跳上漏洞 这个不用看了 框架钓鱼漏洞 这个也说过 钓鱼漏洞 点一些值 这个不用看了 这也不用看了 哦 LTE爆头追踪漏洞 这个简单给大家提一下啊 这个LTE爆头追踪漏洞啊 引出来了一个 呃 咱们将来去做安全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什么呢 叫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再来看 我在最后给大家放两个博客 看一看啊 在这儿 包括面试的时候 也被也被人问到过啊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有什么意思呢 是指的是咱们HDP协议啊 它支持很多的请求方法 什么get请求啊 post请求啊 这个大家知道 对不对 嗯 那么其实HDP协议里面 除了get请求 post请求之外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请求 像什么delay的请求啊 option的请求啊 post的请求啊 patch请求啊 还有个请求叫trace请求 trace 等啊 我说一下 除了这几个请求之外 还有啊 trace请求 除了trace之外 还有其他的啊 这不跟你提了啊 就是 这些请求方法 它也是什么 有不安全的 啥意思呢 比如说put请求 put请求啊 很多网站都用 比如说上传文件的时候 它都用put请求来上传文件 上传文件 比如说is 大家的网站 什么ngeeks 什么apache 等等 这些网站 如果我们开启了 支持put请求 那么 那么这些程序 这些程序啊 web服务应用程序 默认 默认不会对 对什么put请求 put请求 啊 携带的文件数据 进行什么呢 进行过滤 有些默认不会就不会对这个文件进行过滤 就导致很多人就可以基于put请求来上传一些木码文件 好吧 如果后台程序员 自己还是没有对数据进行加工过滤的话 这个东西 这几个东西默认 本身就不对put请求进行过滤 如果后台程序员自己再不过滤的话 那这个漏洞完了就 就出来了 所以说 就是好多时候人们put请求啊 就是上传文件也用的post请求 不会用put请求 好吧 那么put请求属于一个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我这么说 大家能明白吗 能明白吗 除了put请求之外 还有什么delay的请求 等等 这是delay的请求 put请求 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delay的请求是干什么的 用来删除数据的 说那为什么要分这么多请求呀 ATP协议既然它不安全 为什么要分这么多请求出来 就是因为ATP协议啊 本身想做成什么样子呢 说盖子请求啊 针对不同的请求方法 去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get请求 就是为了获取数据的 去后台要数据来展示 而post请求呢 用来添加数据 put请求呢 用来put和patch请求 用来修改数据 而put请求 还用来上传文件 delay它呢 就用来删除数据 也就是说 不同的请求方法 其实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它是这么想的 这么计划的 但是 这几个方法呢 在什么呀 在这个web服务应用程序当中啊 它不安全 好吧 明白吗 所以说 别人问你 了解哪些 就是别人问你 不安全请求方法有哪些 你要跟他说出来 最起码要说出来两个 什么put请求和delay的请求 delay的请求要删除数据的请求 这个请求也是不安全的 因为很多后台程序 对delay的请求不做限制 不做限制 就比如说 咱们看一下这个文档 文档当中啊 看比如有抓包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 get的请求 后面 比如说 跟了一个什么id 跟了一个什么文档 id等一个1 get的请求 本来是获取 id等于1的那条数据 在页面上展示一下 好吧 但是恶意用户呢 直接把这个东西 改成一个delay的请求 把盖子请求 直接覆盖掉 改成一个delay的请求 后台呢 看到后台 有些后台处理的时候 他一看是delay的请求 他一看请求方法 是delay的 他就直接将id等于1的数据删掉了 明白这意思了吗 这不就漏洞出来了吗 这就漏洞出来了 真的很多网站就这么干脆 就这么干脆 看见delay的请求 直接删数据 这个请求方法 也特别不安全 那如果说你是get的请求呢 其实如果get的请求 获取到了id等于1 即便是删除数据的动作 你后面也会写逻辑 自己写逻辑 写逻辑 去删数据 那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发现 直接删数据可能有罗动 好吧 就这个意思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叫trace trace 这个trace方法呀 叫跟踪 请求跟踪方法 请求跟踪 他能够干什么事情呢 他能够 哎 哎呀 这个请求跟踪 我想想 不要说一下 说一下吧 这个请求跟踪啊 他是干什么啊 这就是 当你 把请求方法 比如这个get的请求方法 直接改成trace 它能够把这个请求过程当中的 请求数据 响应数据 全部给你跟踪到 我们比如说抓个包 冲发器里面有 是吧 比如这个地方 我改成post 直接改成trace 大写的 trace 你看一下这个响应结果 点击发动 你看 响应结果当中 看是不是会就有一些 信息爆出来 看了吗 就有一些信息 就会爆了出来 这就是trace方法 你看 他现在这个trace方法 还是开启的 什么叫开启呀 就是因为你发 就是你发个trace过来 我干什么 我是不是给你 接收到 并且正常响应了呀 虽然响应的结果 内容给你报了个错误 但是是不是 有响应结果 对吧 说明ngs 说明他后台 首先来讲 这个trace 你看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他后台用的是ngs 这一点是不是就暴露信息了 对你妈 我们就可以基于ngs的一些 以往爆出的漏洞来尝试 他有没有漏洞 直接利用它 来攻击它 这就是本身trace就能获取一些敏感信息出来 这是trace方法的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还有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就是你看 就是还有什么 就是 不能说还有什么 应该这样来说 大家来看啊 trace是不是把请求和响应过程 他们的一些响应信息 是不是给你追踪出来了 这地方是为本身来讲 这个方法是不是就 就是个不安全的方法 对吧 而且他后台没有做防范 没有做什么防范呢 他后台如果配了 不允许发trace请求过来 如果后台发来 如果后台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响应回来的利益面 其实后台应该定制一下 不应该让它出现这些信息 明白吗 好吧 不应该让它出现这些信息 应该把直接把这个trace给它废掉 响应信息也定制一下 而且响应信息里面 不应该出现这种敏感信息 这就是trace干的事 trace可以获取 请求响应当中的一些 具体的信息 一些敏感的信息 可能会被它trace拿到 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 能理解啊 你看 trace这是个 为什么说它是个不安全的请求 原因就是因为 你任意请求方法都可以改成trace 改完trace之后 你一发送 响应结果当中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敏感数据 就是这个 所以说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你最起码别人问你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有哪些 你要输入来三个 一个什么呢 delate put 那个什么trace好吧 随时我在这里给你提一下 不安全的请求方法 什么呢 put上载 啊 delate trace 还有哪个 还有哪个 我说那个post 请求它为啥不安全的 post post安全呀 没有说它不安全呀 我说的是put put不安全 post安全 put不安全 啊 哦 行 对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好 嗯 我停一下啊 其他的一些 长假漏洞 就先说这么多吧 先说这么多吧 停一下 就先说这么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